在我负伤之后我心里会很难过 因为他们还能继续训练 我们自己也曾经烦恼伤心过 音乐是最好的疗伤工具 我觉得音乐就像跟我并肩作战的队友 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就无形中感觉他是在跟着我一起跑 我们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在年轻人可以负担得起的这个价位 不断地精进 不断地给更好的东西 电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身上有再好的设备 但是当他没有电的时候 实际上你非常痛苦 小米移动电源提供给他的是一个安全感 让乐趣能够延续 我特别地喜欢猫 所以我收养了好多只流浪猫 因为工作特别地忙 所以没有办法时刻看到它们 有了小也只能摄像机 都能随时随地看到自己家中的老人 自己的爱人 孩子 还有宠物的动态 呼吸清新的空气 应该是你生活中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 你可以远程地启动它 当你一进屋的时候 那么就是清新自然的空气 我爸是个老顽固 一直说带着去检查 但是也是怕耽误工作 总是说不去 总是说不去 我也是挺担心的 因为子女 他很希望了解父母的健康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产品 可以让远在千里的父母 他在测血压的时候 子女就能立刻就知道了 把一种亲情的这种互动 关心健康的这种互动和需求 能够更好地让人享受到 敬烟敬酒 避免情绪激动 因为老不运动 胖啊 她看到了 基本上能坐着就不站着 有了手环之后 我们希望让大家享受这种运动 跑步的乐趣 就觉得好像每天数字都在变 鼓励自己似的 看着那个数字 在让自己多动起来 像个小推手在后面推着你 一步一步地奔着变兽 激励你 让你觉得好像自己在不断地向前 未来就是让人无感地去使用所有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只有负担得起使用它 你才能享受其中带来的快乐感 我们可以把科技做得高而不贵 才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些个性化的需求 让更多的人简单方便便宜地享有科技带来的变化 让你轻松地就能获得这个乐趣 把我们的价值通过产品传递给消费者 而这个产品是优质的 好的能跟你生活融合一体 科技专制老顽固 慢慢改吧 科技就是一首让我坚持下去的歌 科技就是小清新 科技让快乐继续 科技就是爱的大家生 科技可以让我变成一个兽子 科技是你的技术 士学 士学 士学